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武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叫文化观察 我很喜欢看那个考古节目 中国大陆我觉得现在最精彩最吸引眼球的节目就是考古 他每一年都会办这个什么考古 其实很多考古的那个节目都是炒冷饭 他以前就播过,然后再把日期再调整一下又播 但是有的时候一看,我发现这好像以前看过 我发现到看这个东西,他讲的是哪一年哪一年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是2018年,2011年的时候 现在是2021年,已经好几年前的事情 不论如何,那些古墓迟早会被发掘完毕 但至少保障还很多 我从那些考古的节目里面 我发现到他们的制作的方向都有点偏了 偏在哪里?偏在因为他需要把那个时间填满 就要浪费这个乐听人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要了解的这个古墓 是因为想了解第一个那个墓葬者是谁 第二个他的陪葬品 那从陪葬品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的工艺水准是什么样 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很多的出土文物 改写了历史 翻新了历史 补充历史的空白 这是考古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历史,人家想说盖棺论定 实际上我们历史没有论定 很多的人物居然不是以前我们想象的那样子 比如说老子 老子就不是老子李尔 那个《道德经》不是他写的 甚至于他李尔的 我们现在《道德经》是李尔的孙子写的 那就如此类的 还有孙子以前大家知道孙武 那孙兵又是谁呢?孙武跟孙兵什么关系?等等等 还有鬼谷子到底有几个鬼谷子 有鬼谷子是不是一个长寿的人 200岁的人等等等 凡子种种都从出土文物里面会发现 还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就是 很多东西我们定格说 这个东西以前的论定是在某一个朝代 现在又出土文物证实它不是这个朝代 更推钱了 诸如此类的就是 每一个幕打开之后 都是一阵一大段的惊叹惊喜 那这个惊喜就像什么东西 现在网路上常常有那些什么网红啊 什么常常搞一个节目叫做 叫做开箱 就是不管是真的假的 反正是一个邮包过来之后 它当常打开 实际上一个邮包过来 你当常打开 其实蛮危险的 万一里面是炸弹怎么办 这是一个笑话 那你打开箱的喜悦 那因为我在网路上看这种节目看多了之后 我也如法炮制 我把一些我那个我收集的东西送给我女儿的时候 我都用寄的 寄他一箱子给他 因为里面东西很多嘛 我会把那个清单写在纸上 然后寄给他 他收到这箱子一打开里面 有一张清单 他一个一个拿出来点 这个那个那个的 因为他住在宿舍里面 很多室友 一看到他寄来一个大箱子 大家都很好奇 就围拢过来 所以他那个箱子的东西一打开来之后 基本上 80%的都分赠这些朋友们 都拿走了 大家都很高兴嘛 那我问我女儿 我说你有几件你留用了 她说留了几件 等等等等 留了几件有多不重点 我说那其他的呢 他都送给那些那些室友啊什么 那些同事们 我说那就达到目的了 因为这些东西我寄给你的目的 就是要引发一阵子开箱的喜悦嘛 所以开箱喜悦 这种乐趣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考古那个节目里面 就是一种开箱的喜悦 但是它开的像是棺材 棺木 木葬 这些东西实际上 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很刺激 很精彩很精彩 实际上原来干这些事情的人 像盗墓者也是干这个事情 那那个现在是科学家在干这个事情 当然那些这些在清理那个现场的人 就是临时工了 这些临时工他们他们虽然是就是受雇嘛 那个临时工的性质 那他原来可能种地什么 但他现在赋予他神圣的任务 他在这个开箱的过程里面 也产生了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这是挺有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看那个那个画面里面 很多很多的现象 那另外就是那些工艺品 那些工艺品之所以能够达到那样子的话 还有就是在那些时代还有很多的文字 我们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的很多文字 比如说 那四川就有鼠人 你先讲巴鼠 鼠人跟巴人是两种人 那还有一种博人 那这个鼠人跟巴人那之间还有战争 鼠人就是三星堆 鼠国文化就是三星堆的那个怪力怪力 那些的那些的同气上面还有明文 明文的现在还不能认 认不出来 因为出现的文字还太少没办法归纳 那巴人也有巴人的文字 这些繁殖种种 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文字学里面 还有各种方面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在那个时代已经能够筑建能够做玉器 那为什么那个时代没有留下任何的书籍 所有的文字也没有竹简 它完全就是在就在那个就在就菌科在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青铜器上面 凡子种种都是很值得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一个课题 甚至于还有就是他们发明了很多东西 现在还不能解 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断层的差异 我在那个死前人类的工艺那个技术里面 那一集我又讲过我说 我说这个我说育虫啊 虫这个东西是内缘外方嘛 那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钢头 也就是轴承 无油轴承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用有油的轴承 也没有钢珠轴承 Baring 英文叫Baring 那就是一个轴承 但是为什么在死前的时候 它没有文字 它的农具还没有用铁器 也没有用铜 甚至连铜器都没有在 还没到青铜器时代 它怎么去制这个玉 做这个玉 能够车 能够磨 做成那么圆 那么那么笔直 凡指种种 你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下去做 连青铜器都没有 那时候的农具 雷啊 寺啊 这些东西都是木头的 梨扒都是木头的 你可以看那个还有 还有那个遗物嘛 那个梨扒木头的 所以磨损的很严重 凡指种种啊 这个工艺技术啊 跟那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凡指种种都是一些 一些那个 但是我觉得说 呃 那种节目的推进 有点缓慢啊 因为它总要 总要先要那个铺陈一下子 要做一些伏笔啊 再来揭秘嘛 但是因此啊 本来可以一直做完的 结果变成做成上下 上中下的 这样变成 你看的时间会很长 呃 我觉得那种拉长那个时间 不是对那种制作这种节目 不是好处 而是 反而让人家没有愿意 没有意愿点长 或者或者是分享 因为时间太长 关键的时刻 就是在后面那个 揭秘的那个 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箱的喜悦 应该是一翻两瞪眼 或者一翻就 就一开箱就一见你就笑 呃 应该要这样子 才是这个这种考古节目 制作的一个 一个新的方向啊 以上如是我想啊 跟大家分享 这个文化观察 谢谢